大家好 之前我们针对了的用法进行了练习 这节课我们继续做关于了的练习 这节课主要是古军跟语顺的练习 是了的练习题第四个 这节课我们有两个语顺的练习 第一个 日语是,私の娘は来年もう学校に入る 我的女儿,来年,明年,这个后面 四个选项的,排列顺序的四个选项 一个是上学,上学,学校に入る 上学,了是了 要,有个要,有一个就 这个我们能感觉到这个是我们之前学习的语法 もうすぐ 就要 还有了了,对吧 就要……了 もうすぐ 怎么怎么样 就要……了 也就是说这个顺序 もうすぐ もう学校に入る 这个顺序大概我们能明白 就要……了 最后应该是这个了 所以我们先能确定这个第一个了 就要……もうすぐ 学校に入る 就要…… 第四个 就要……上学了 我女儿,明年,来年,就要上学了 もうすぐ学校に入る 这个稍微比较简单 如果明白了就要……了的用法 那做起来就很简单了 所以这个语法点很重要 那我们再继续看第二个 第二个呢 私は会計の仕事をやって もう五年になる 我做会计的工作 已经五年了 做了五年了 我们先看这个 もう五年になる 那下面的 我已经是もう 已经 那五年 当了 当了 就是仕事をやる 当了 会计 当的后面是职业、工作 好,那我们先看这个题 原题里面有一个 もう五年になる 那也就是说 また続く可能性もある 到现在是五年 もう五年 可能还继续做会计的工作 また続く 所以呢 它是我们之前学过的 关于了的那个用法 两个了 动词 然后了 然后时间 和数量 然后再有一个了 表示到现在 做了这些时间 或者数量 然后可能继续続く 可能继续的这个意思 那我们可以确定 它最后会有一个了 那就是第三个 嗯,因为动词了 然后什么什么 再一个了 然后最后会有一个了 那还有一个 那还有当 当 会计 那 会計の仕事をやる 当会计 那第一个了 在动词的后面 当了 会计 那当了会计 中间还有一个时间词 那时间词 那它放在动词和名词 动词和宾语 的中间 那間 中间 所以这个顺序 当了五年会计 当了五年会计 五年那間 放在中间 也就是说 我已经 第四个 当了 第二个这个选项是第二 五年会计 了 又一个了 那 五年になる 可能继续做会计 还要做五年十年 不知道 不一定 那这是了的另外一个语法 也就是说 我们知道了了的用法 那做起题来就觉得非常简单了 好 那这节课的练习 你明白了吗?